大家好,我是鬼異先生 今集為大家講解的是一宗 80年代、90年代黑波橫行香港娛樂圈造成的慘劇 劉嘉玲綁架慘劇 眾所周知,香港電影業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都非常廢 當時港產片的數量非常多 例如1989年有119部港產片 1992年有210部 而這些港產片主要是賣淘到日本、韓國、台灣、東南亞等國家去賺錢 利潤非常不錯 當中有大明星,例如劉德華、周潤發等等主演的電影更是搖前樹 因為由票房去到之後的影碟發行、周邊發行等的場美收入都可以賺大錢 而當時的黑社會看到港產片是正確 而且比販毒、開賭等等的片門更加低風險、更加賺錢 所以當時很多黑幫都加入了香港電影界分入 而這些習慣了靠惡、還面子的人 加入了電影界就注定會帶來各種的風風雨雨 因為資源永遠都是不足的 例如當紅演員的檔期只有這麼多 給了一個,第二個就沒有 所以就會出現各種的搶奪紛爭 而今天講解的劉嘉玲綁架案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 劉嘉玲在蘇州出生 然後去到1970年,她才跟隨父母,移居香港 再在17歲的時候加入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 在無線熟集了演技和存在一定知名道之後 劉嘉玲就加入了當時輝煌的電影界 加入了之後的頭幾年 劉嘉玲就已經參演過多部的賣座電影 例如1987年的A計劃續集 江湖情和她下集,英雄浩河 還有88年的徵裝追女仔2 89年的復星闖江湖等等 由此可見 80年代尾,劉嘉玲小姐已經是香港的著名女星 而她這樣的名氣就令到一些有心人士想利用她去賺錢 1990年4月24日的深夜 劉嘉玲在尖沙咀一間Disco裡參加一位唱片公司經理的生日會 會後她就打電話給她好友斥美真 說會去到斥美真和苗翹偉的外籌游戶 然後在25日凌晨3點 她就自己一個開車去到賀文田常康園 即是苗翹偉當時的預所 預備和一眾好友玩樂打麻雀 但差不多去到的時候 劉嘉玲就發現自己被一輛客貨車尾鎖 於是她就加大油門 希望駕快點撇掉她們 但不成功 在大驚之下 她就駕駛撞開了常康園的閘門 希望可以衝到苗翹偉的預所 但撞開閘門之後 她還未下車 客貨車上已經有四名大漢 下車衝過來圍著她的車 並且撬開了她的車門 將她拖上客貨車帶走 兩個多小時後 劉嘉玲先被釋放 然後她就致電報警 說自己身處在天光道 和合一路的交界處 即是距離被綁走的地點 三分鐘腳程的地方 由於綁架的時候 劉嘉玲開車撞爛了閘門 驚動了那個地方的保安 所以也難免驚動了記者 當時的記者 知道劉嘉玲獲釋的消息後 就蜂擁而止 而當時劉嘉玲的男朋友 梁朝偉也在拍戲 梁朝偉知道消息後 就立即去到現場 待為接受訪問 梁朝偉說 當時劉嘉玲 只是被弄走了20分鐘 只是被搶劫 而不是大家所知的兩個多小時 而兩個多小時的時間 只是因為他們要商量 是否報警才拖了那麼久 梁朝偉又強調 當時只是劫財 劉嘉玲被劫走了 1000元的現金和一隻金人 除此之外 就沒有其他損失了 而受害者當事人 劉嘉玲就因為情緒不穩定 而拒絕接受訪問 而事後 圈中就傳出 劉嘉玲是因為1988年和1989年 曾經拒絕接拍一部電影 而導致這次的事件發生 但是 劉嘉玲並沒有回應這個說法 之後 劉嘉玲更加避走外地 而另一邊箱 警方就一直都沒有找到犯人 這件事就這樣慢慢丟探 直到去 1992年10月29日 東方報業集團創辦了一本雜誌 這本雜誌叫做東周行 東周行是一本報道香港娛樂圈和時事新聞為主的雜誌 主要風格是八卦通俗 是為了和蘋果的一周行打對台而創立 而去到2001年的9月 東方報業集團因為各種原因 而將東周行和東方新地以6500萬港元出售給楊壽城旗下的英王集團 轉手之後 東周行並沒有改變他的路線 反而更堅定地拍八卦通俗的風格 希望靠這個風格賺大錢 但他們沒有想到這種風格會令他們受千夫所致 因為去到2002年10月30日 東周行第521期 以漁圈悲慘字母女星 受虐裸裸照曝光的標題做封面 而在這個標題旁邊 配有1990年4月拍下的劉嘉玲裸照 在相片裡 劉嘉玲全身赤裸 正在低頭痛哭 很明顯 這些相片就是當時人極為不情願的情況下拍攝 但東周行就照燈 東周行當時聲稱他們拿到的是第一手資料 而這些資料是由一個神秘人傳送到編輯部 在刊登之前並沒有對外流傳 東周行的潛台詞很明顯 就是說這些資料是獨家蠻料 快點來買吧 報導出街後的確如他們所願 東周行非常暢銷 暢銷到賣斷市 但同時東周行也受到千夫所致 比如當時的香港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就收到660宗投訴 創了當時香港的投訴紀錄 另外多個本地團體也先後發表譴責聲明 指責東周行不顧傳媒道德、專業操守和社會責任 批評他們濫用新聞自由等等 香港的婦女團體也譴責東周行毫不尊重女性、淺踏女性的尊嚴 並且呼籲市民罷賣東周行 10個電影和演藝界團體也發表天地不用為題的聲明 譴責東周行相關的人士 在這樣的局面下 到了11月2日 東周行唯有宣布無限期停行 但這樣依然平息不到眾人的路火 之後香港演藝界發起名為天地不用的集會抗議東周行 受害者劉嘉玲也在梅艷芳、成龍、男朋友梁朝偉等人的陪同下出席 他在會上公開表示 我比我想像中更加堅強 所有困擾、憤怒 我都可以釋放 表示這件事打不低他 另外劉嘉玲也希望大家警覺到媒體的專業操守 對普羅大眾生活的重要性 去到了2002年11月4日 負責管理書刊的淫審署也裁定當期的東周行為三級淫屑物品 而去到5日 當時東周行的老闆楊壽勝回到香港 就發表道歉聲明 承認自己做錯事 並且以痛心疾首去形容事件 他又說東周行停刊就好像 親手將自己親生仔殺死一樣 心情非常難受 而英皇集團也為這個錯誤的行為付出代價 因為去到2003年2月20日 他們上訴不成功 淫審署維持原判 而去到3月 他們再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失敗 警方就隨即拘捕11名東周行高層 包括總編輯蒙漢明 執行總編李善修 編輯王健文等等 而新傳媒集團有限公司和東周行的成人商 大日本印刷有限公司 亦都被票控在香港發佈淫捨物品 由於東周行名譽掃地加上訴無效 英皇集團最終在2003年以2000萬港幣 將東周行出售給星島新聞集團 但東周行事件還未完 去到2004年 大日本印刷有限公司也認罪 被法庭判罰5000元 去到2008年8月12日 東周行所屬的新傳媒有限公司 承認一項發佈淫捨物品罪 被法庭判罰2萬元 同年12月17日 雜誌前編輯 蒙漢明承認一項發佈淫捨物品罪 被判罰半年 緩刑2年 去到這裡 東周行事件先告一段落 但綁架的慘劇還未完 因為當年的因果還未曝光 我們把鏡頭返回2002年 話說2002年11月5日 警方為劉嘉玲保錄綁架事件的後攻 而去到7日 就有報道引述指劉嘉玲知道幕後黑手是誰 他說他當年因為他拍一部電影 結果得罪了一個有權有勢的江湖人物 令到他被一輛汽車跟蹤並且把他擄走 但劉嘉玲再沒有說 到底他拒絕接拍的是哪一部電影 以及江湖人物是哪一個 劉嘉玲只是說希望適事寧人 借住了公眾要懸賞緝空的好意 就這樣 幕後黑手的身份就一直沒有曝光 直到2008年 劉嘉玲在內地媒體上 接受林彥黎的採訪時 先鬆口說回內情 劉嘉玲回憶指 當年是因為拒絕接受江湖大哥的電影 然後就被懲罰 他先收到恐嚇電話 當時對方說 你在明我在暗 然後幾天後就發生了綁架事件 他說當晚他是前往苗橋在家中被綁走 他說 他們把我雙眼蒙住 我很害怕 怕他們把我殺了 然後棄屍方野 而當時他在車上 又不時聽到綁匪在這裡說電話 好像在接受指令 而他沒有任何辦法脫身 只能一直念南無觀世恩菩薩 希望有神佛打救 但依然沒用 最終依然受辱 被強迫拍下裸照 但他在採訪的時候依然堅持 綁匪只不過是奉命行事 並沒有侵犯過他 他幼稚為了脫身 他當時答應對方 會去荷蘭免費幫對方拍一部電影 在幾經波折下 他才回到苗橋偉家 而當時在場等候的梁朝偉 只是抱著他 輕柔地問了他 你沒事吧 而事後 他們愛於對方的勢力 也不敢向警方道出真相 這就是當年綁架的大致經過 在這篇訪問中 雖然他沒有直接說兇手的名字 但兇手的名字 基本上都富之欲出 因為劉嘉玲去荷蘭拍外景的電影 只有一部 就是1989年的軍天農府會 在劉嘉玲的訪問出街之後 同年 著名編劇兼金像獎多屆主席的文俊 見受害者也都鬆口 他就在blog那裡確認這個消息 直接點名那套電影是 軍天農府會 背後的江湖大佬就是 副藝電影製作有限公司的老闆 兼影聲李連傑前經理人 蔡子明 文俊也都自出 劉德華和萬子良也都被迫接拍這部電影 而劉德華更被槍指嚇過 而去到了2013年11月 劉嘉玲在香港受訪的時候 就再次抗影 因為在1988年拒絕了 蔡子明監製的我要逃亡之後 而被殺雞警候 而在副藝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佔有股份的前江湖大佬 胡蘇勇潘志勇在接受內地採訪的時候 也都指曾經因為劉嘉玲不拍他的戲 而去拍向事的戲而毆打過劉嘉玲 所以基本上可以確定 綁架事件的黑手就是蔡子明和潘志勇 看到這裡可能有人會說 軍天農府會是1989年11月在香港首映的 但是大家忘記了一個問題 在軍天農府會這套電影裡面 劉德華、萬子良和劉嘉玲的戲份只有很少 少到好像客串 只有幾分鐘的鏡頭 真正的主角是一些外籍演員 而這套電影在香港的本地票房也非常差 主要是依賴外埠的 加上一些台灣網站也指那套電影是1990年才上映的 所以蔡子明在1990年 強迫幾位影聲拍攝 再補加這些片段去到外浮道掛羊頭賣狗肉上映 也是可能的 兩位幕後黑手這麼多年來都沒有因為這件事而被拘捕 那他們的下場是怎樣呢? 先說蔡子明 或者是想得山多忠義府吧 蔡子明在1992年在他尖沙咀辦公室外被人槍殺 這件槍殺的case有傳是因為黑幫毒品生意而尋仇 也有傳是另一位江湖人物因為李連傑的檔期問題 而和蔡子明鬧鬧不和而殺人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留言 視乎大家的反應看看會不會開一集說 至於另一位的人物 胡蘇勇、潘志勇就幸運得多了 他生存到2016年2月才因為癌症離世 享年68歲 而受害者劉嘉玲就在近年多個訪問中表示已經放下 和原諒所有人 他也很感謝當年梁朝偉、張叔平、林青霞等等的好友支持和陪伴 這件case去到這裡正式落幕 大家對本集的case有什麼感想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也歡迎大家讚好和分享 最後就做一個不是辯解的辯解 一直以來也有很多朋友很關注詭異的咬字問題 或者鼻音問題 經常叫我多點點咬字 希望可以去除鼻音 分清楚N和NG音 但詭異想說的是 詭異的咬字問題很多時候都是出於一個生理性軟惡的問題 令到詭異不可以完全控制到鼻音 即使鬼異已經完全照了一些咬字的要求 例如將舌頭頂著上排的目牙 去發前鼻音 但依然會聽到好像後鼻音 這個是生理性的問題 要做手術才行 所以鬼異都沒辦法 只可以說一句不好意思 煙污了你的耳朵 如果真的接受不到我的咬字的話 不用這麼爐躁 也不用問候這個問候那樣的 其實可以不聽的 至於肯包容的朋友 就非常感謝你們的包容 多謝 另外 由於Youtube的黃標政策 針對某幾類頻道 包括其案類 令到這類頻道的收入更加微薄 所以鬼異先生開了會員制度 如果大家有閒錢 又想支持鬼異先生 可以加入會員 但這個會員制度 並沒有特別的福利 只是單純支持 當是用15元請小弟喝杯凍飲 或者用30元請小弟吃餐兩送飯 今集就到這裡 歡迎大家留言分享讚好 拜拜 拜拜